吹水到佐敦 佐敦的街坊,大家好 很高興,又回來佐敦到 上次玩完歷山酒店後 有很多網友留言 聲聲,有沒有便宜一點 又有晚餐,又有自助餐吃 真的被我找到一間 唯於彌敦道,Gas居道 這個中間位 就是我身後這間 日東酒店 一望過去,被一排 子彈機器深深吸引 為何會留意到這間酒店 話說小弟去年 去朗亭酒店那裏住 間中酒店 都會有些訊息 就彈出來 近期又看到一間 挺划算的套票 900元 包一個美食廣場的Cubebon 包一個自助早餐 一晚房間 現在又事不宜遲 先去拿房間 這個套票也是在官方網址購買 放一些資料在秘書欄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但要留意 每天房價都不同 小弟很榮幸 預約到最便宜的日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就不用看 那天房價是900元 今天去到酒店的網址購買 也只要一個900元 那些就好像沒什麼 一千元 不同日子 有不同價錢 沙拉來到酒店的入口 進來的門口深深被蟹吸引 玻璃門開了之後已經在吃自我餐 這間是傳說中的普慶餐廳 現在就急不及待了 先拿個房間 等著拿房之際拍一拍大堂給大家看 大堂也很有格調 剛才不懂得在門口進入 走在後面側門 經過網上電子健康申報之後 拿房的過程都相當順利 房間安排在17樓的27層 上房也是要經過後面這條天橋 出到外面 唯一停車場的位置 現在就先按升降機 一進升降機 已經是相當期待已久的子彈升降機 你說開心不開心 更開心的是 看到整條尼敦道的景況 是在前面的傳說中的朗亭酒店 很開心的 那間不是朗亭酒店 是康德斯酒店 現在沙拉加上去17樓 走了一分鐘都不夠 我們今天的房間是1727 進入房間 首先看看我們的徒生路線圖 有一點反光 不要緊的 拍久一點 現在進入房間 左邊就是洗手間的位置 進來洗手間 已經有風 什麼風 強烈的工業風 感覺到嗎 這裏呢 感覺到嗎 不要緊的 梳洗用品 都是一應俱全 風筒 毛巾都在底下 這裏的工業風 更加強烈一點 一個企肝的臨浴間 乳林式花沙 就沒有 花沙是一個 大型木浴露 都是齊全的 這些風格我非常喜歡 你知道我們的老鬼 懷舊風也適合 在廁所走出來 又對著大鏡 開了鏡之後 就是衣櫃的位置 相當開心 空空魚 什麼都沒有 衣櫃沒什麼好看 就看看書桌 插鈕 對呀 USB 都是一應俱全的 衣櫃襯托著 就是一支麻雀桌椅 你說開心不開心 今天我們也是訂了一張 一張床的大床房 有幾大張呢 拉到後面 現在還沒看完 三邊落床 每邊都有麻雀桌椅 最棒的就是這樣 上高有個 一些飾物掛畫 都挺不錯的 我覺得 在床上有什麼要做呢 看電視是最棒的 電視不適合 看書 電視機櫃旁邊 還有一個櫃 什麼櫃呢 包括水晶 除了水晶 當然要看飲品 當然要看飲品 因為這個水吧都很黑 開著射燈射著 咖啡茶 水煲也是一應俱全的 水吧有個隔膜 隔膜有個大隔膜 大隔膜就沒什麼了 汽水啤酒自己買 房間的景觀 都是一個開陽的山景 外面的雲也挺漂亮的 看看最遠處最高的地方 就是康德斯酒店 朗亭酒店 在尖沙咀 這裏就是傳說中的加斯居道天橋 從窗口看回房間 面積不大 一眼看完 繼續在房間看回房間 一排整體的子彈升降機 就呈現眼前 上次尖沙咀希萊燈 已經很想試一下那些升降機 但又在裝修 這次很開心 終於試到這些子彈升降機 都是在八十年代 是很流行的 那些酒店 這次真的很開心 因為暑假 要找一些便宜的酒店玩 真的相當之難 這間酒店一進來 就給我一個很強烈的文青感覺 這次900元加1 990元 就送了200元的Q彈 我也是約我三個星期前 訂購差不多 剛才在底下 看到那些網友 都是玩我同樣的套票 但他們又會貴一點 我想不同日子訂購 他們的價錢都是有點不同的 一種酒店 都會有游泳池、健身室 現在就上高了解一下 回到聶 健身室、游泳池 都是在21樓 我們繼續上去 最高的樓層 在哪裏 就是在那裏 一出升降機 就被整整一排啞鈴 吸引著健身室 整體的器械都很有趣 在每一個角落 都是一部器械 在這裏有3倍 過到哪裏 開陽一點 畢竟是頂樓 一個開陽的跳舞室 正正正對著就是泳池的位置 很特別 剛剛訂了四時五時半 現在就在這裏 打算一下 健身室打算一下 後來就回到四樓 開放式餐廳 其實就是一間酒吧 更好,就是外面的位置 出來看看上高的子彈 沙那間搖身一邊 再換一件游泳衣,再上去頂樓 進來游泳池,不太大 像小朋友的游泳池,相對來游泳池 先下水禮 斷斷逐游泳池,差不多50分鐘 但當中有20多分鐘 不知道是鴨仔還是天鵝仔 傳說中有天鵝 這個游泳池是打卡一流 游泳和海洋江寶奧不相伯仲 很小 加上三隻大天鵝,很開心 游泳池又結束了 這游泳池也打卡 因為游泳池很開心 正如剛才所說,有點像游輪的游泳池 游泳池也不太大 游泳池也有幾個大水泵 回到游泳池的游泳池 游泳池也沒有,只是普通的 但游泳池也相當弱 游泳池也不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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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點多鐘 每次坐這部升降機都是夢寐以求 外面有些危用光管招牌就開了 一出升降機就正正是美食廣場了 什麼餐廳選擇呢? 看門牌就知道了 再看那些記錄 看門牌也很棒 什麼都不理會,先找位置坐下 前面這張卡是否正確? 黃天不乎有心人 終於被我找到卡的位置了 坐下之後 那些飲品是否正確? 一是你的危紅光管招牌 現在很少有的 漢堡包是否適合吃? 晚餐吃漢堡包就真的好像差一點 這裏也是相當有特色的 有妹姐 張桔榮哥哥 要是你的懷舊 這邊 烏冬是否適合? 這裏也是一間咖喱 還有薯條 也有些輕食的 這邊還有一間大阪燒 這樣做些 丸子的那些 那些 章魚燒是怎樣做的 來,就這樣做 立即做 章魚燒不適合吃 有些入式的定食 這邊還有一些東南亞食品 最終我們買了些什麼呢? 買了一個大阪燒加章魚燒 50元 買了一個牛扒 這裡補了38元 另外買了一個香茅豬扒粉 這裡補了18元 在這裡吃自助晚餐 我第一位出場的家裡 是一杯綠茶 這是一個章魚燒 大阪燒 章魚燒 章魚燒 剛才看見你做的時候 已經很香 因為很想吃 而且日後用了一張 50元 吃了一口 然後就一口吸 出來看看 拿一塊牛扒 現在已經煎了 很心機 全面都煎了 然後後面 就在這裡上 那些小格子 為何要做出來呢? 就在這裡 燒一下 這邊燒一下 這邊燒一下 後面就做薯條 好了 千夫問 此出來了 相當期待 好 接著一點黑椒汁 又拿了一些茄汁 整體的製成品就是這樣 第一次吃了 風起雲湧之際 我先拿薯條 和牛扒 另外 又買了什麼呢? 剛才的香茅豬扒粉 我也是跟了一些配菜 不錯 很香 那我就不客氣了 試了一點之後 一直看著 底下吃自助晚餐 我就吃我的東西 很開心 因為我經常咬不下去吃 為什麼? 我明天就有飯 每樣東西 試了一點之後 香茅豬扒 是絕對推介的 這碗粉 兩個人都吃不完 章魚燒 也是絕對推介的 為什麼呢? 剛剛看著它即整 反而大阪燒 就失色了 為什麼呢? 它已經整好 中間有點冷 還有這杯 肉茶冰 很濃郁 很濃郁 牛扒的試食報告 先看看我的人 看著我 看著我多開心 看著我 吃自助餐 我會在這裡做牛扒 吃到一半了 五成左右都可以做到 但是 牛扒切到這麼薄 多高質素都好 你都不是怎麼吃得出的 反而薯條就好吃 即炸 你用QBANG的 不妨一試 不理會自己 下來 給錢買的 香茅豬扒 我絕對推介 雖然大阪燒凍了 也很好吃 章魚燒 推介 炸泰式湯粉麵 再和大家再炸兩嘴 大家有留意 剛才的餐牌 它有一個叫做船麵 在泰式粉麵來說 它是相當出名的 為什麼船麵呢 因為泰國 有一條梅公河 在河上 很多艇仔買的粉麵 有些粒粒粒粒粒粒粒 都有一些 做得相當不錯 我自己也對香茅豬扒 所以大家就懲得獨鍾 泰式的湯粉麵 和越式的湯粉麵 大家有什麼分別呢 越式的湯粉麵 它會炸肉 雞絲 還有 我在越南吃 它還未上一碗湯粉麵之前 已經是一大南菜 嘩 只吃過南菜 已經很開心 在美食廣場吃完 出來 走回到對面的甘肅街 看到這些霓虹光管招牌 就適合成賣回來 在七、八十年代 基本上最繁華的地方 旺角、銅鑼灣、灣仔 真是比比街市 在甘肅街 在甘肅街 走前一點 前面有一條相當出名的街 早兩年我都來拍過一次 來到廟街 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期 很喜歡跟師兄弟去兩家地方 其中一家就是廟街 在廟街 買東西 買些粒粒粒粒的東西 我們還會在這裡做西裝褲 有時候很流行的蘿蔔褲 大腿的大腿 寬到不得了 另一家就是平民總會 在上樺那邊 叫大大地 廟街 除了做褲 吃東西 去到那裡 那時候有很多的 灼海鮮 煲仔飯 在廟街 坐大排檔 最有風味 以前在廟街 近著榕樹頭一帶 有很多的占卜問卦 那時候那些 找一個雀籠 找一個雀籠出來 就單止籤 就跟他們解籤 除了占卜星相 其實廟街 都是一個唱歌的地方 由七八十年代開始 這裡都沒有停過 因為沒有西洋菜街 那時候西洋菜街 有很多人在唱歌 但是這裡就是最元祖 叫做 那轉回來 街市街 正正就是剛才所說 這裡 一個占卜星相的地方 但是現在有很多 都轉了 一些 塔羅牌 那些 找一隻獎出來 就已經很少了 那輾轉 就轉回來 我出來了 上海街一帶 每次下來 走廟街 很多種情景都令到自己 很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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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在電視那邊看 電視也是可以上網 看到YouTube 回去看看那條職人炊水煮菜 明天起餐 先跟大家說 早晨早晨 早上的6點05分 旺角彌敦道一帶 外面都是煙雨淒迷 下雨 那我就先做一陣運動 自助早餐的6點半開始 下到餐廳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晨早晨 大家好 又是坐這部觀光升降機 回到底下 每一次坐都是相當之開心 特別是去到這些位置 回到酒店大堂 昨晚都睡得相當之好 買了少少飲品 回上去喝 電視也有很多選擇 正如我昨天所說 可以上網一下 看看YouTube 看看職人炊水煮菜 又看看海洋江譜號那條影片 消磨了一晚 都是相當之不錯 這間酒店的大堂 住了一天之後 已經是相當之文青的 還有很有創意 你看到後面 有些擺設 用一些女性做主題 最特別是 還有一部電腦 這些電腦 就是大油龜電視 現在餐廳正在準備 出街和大家逛逛 出來的尼東道一帶 這邊看來就是尖沙咀 前面的永安百貨 昨天也會進行車一陣 這邊就是沿著深水埗那邊的一帶 6點25分 都不是很多車 但是相比上星期 在北角 同一個時段 即英皇道 尼敦道來說 都算是比較旺的 看回日東酒店的外場 在酒店裡面 都是很多年輕人的作品 創作 我經常都說 給多些年輕人發揮 尊重網上的知識產權 這是最重要的 原是加斯居道 走進來這裡 後面是有座法院 法院前面這條樓梯才是主角 以前有很多電影 拍離婚電影 一落到這條樓梯 左邊走一個 右邊走一個 走回來後街一帶 有一間歷史牛九 這間塔庭館餐廳 昨晚忘記進來拍 拍一些危紅燈 這間是很地道的 港式老排西餐 正所謂是豉油西餐 出名的是什麼 它不是出名豉油 是瑞士雞 還有煙瘡魚沙律 都是不錯的 走著走著 這裡是另一間酒店 叫燈台 名字很特別 走著走著 現在又回到酒店的門口 每次進來這個門口 都是被蟹吸引 不知道 以為是吃海鮮的地方 現在就回到餐廳 餐廳位於B1 很興奮餐廳 哇 有隻狗在這裡歡迎我 下來了 看到餐廳整體的環境 先坐下 就這張 餐廳也是有關切的懷舊風格 看看什麼飲品 飲品 果汁有三款 還有一些全脂奶 還有脫脂奶 旁邊有些乳酪 我真的猜不到 這麼早已經有十多台客人 比我更早 那全脂奶配什麼呢 當然是粟米片 配合一些乾果 最近這個適合西梅 吃完暢順一點 來到沙律區 也有三款 有八款不同類型的配配 三款醬汁 這邊就是cold cut 我自己最喜歡 配一些酸青瓜 旁邊就是芝士區 也有四款 又是有西梅 接著到這邊 很精彩 全部都是葉盤 這邊也是葉盤 所有葉盤都有名字 還寫得很漂亮 那我就不去看 想看樣子 看哪裏呢 就看這裏 這個凍肉的曬冷區 來到我的最愛 就是一個暗領區 稍後也有師傅 在這裏 直接烹調 這裏的咖啡茶 就是自己訂購的 看看哪裏的包 怎麼吃 這裏是來不開多屎爐的 我自己的最愛就是 牛角包 全部都不錯 看起來 相當吸引 這個 雞蛋仔 多屎爐 當然是漢方包 最好 沙拉來到這邊的角落 有些日式區 前面有個電池炒爐 看炒爐 什麼好看 看看粉麵區 也是不錯 還有些腸粉白粥 吃粉麵 一定是來不開一系列的拼配醬汁 這邊呢 還有一些 應該有些中式包點 我姐真的好 她開了給我拍 有些乾淨燒賣 有些蝦餃 好嗎 手炒 來到最後 還有一些蛋的拼配 當然不能炒蛋 比炒蛋更加好 就像柴葉蛋一樣 有些煙肉 這些都寫出來了 最後到水果區 也有三款 如果三款不夠 就是這裏 不知道是否裝飾 整個吃就最好 看完早餐之後 我昨晚在那裡吃東西 我昨晚不是坐這張桌子 看起來就是這個位置 坐下來就拿了一份早餐 這裏都頗舒服 頗有懷舊的感覺 異話不遂就是這杯橙汁 我的齋啡就不少 好像用朗口中莊 還有一些鮮奶 每台都會有一瓶 那我又 撿了一份炒蛋 我看到這些炒蛋 炒得很嫩滑 但是就發現不到有茄汁豆 不知道是不是我只顧拍攝 看不到 這間就叫做普慶餐廳 正正就是以前的普慶戲院 大家有沒有去過普慶戲院看戲 如果有去過的話 就給我一個讚 吃下又催下 吃下又催下 環顧今早 都不是很多人 坐到一半都沒有 自助餐的食物的選擇 都是比想像中多 為什麼呢 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跟價錢掛勾 用這個價錢 玩這個套票 從昨天一天踏入酒店 就開心到現在 雖然泳池小了些 但我也只顧著在這裡拍照 也是不錯的 看看這道的格調 我還以為是 好像上次在康德斯、朗亭 有些 港式奶茶咖啡、菠蘿包 很可惜就看不到 這裡吃早餐 還有一個開心之處 可以由6點半直至11點 是沒有限制的 這對於我來說 挺重要的 環顧今早 有很多人一早來吃 坐到現在 我幾時都說 休息放假 早點起床 出去看看外面的街道 慢慢吃一個早餐 待會兒 回到健身室 玩了一陣健身 檢查的時間是12點 很感謝大家看我星星的一些 自費的郵寄 我也是把即時的感受 感受到那樣 就記錄下 和大家分享 這次也是玩得相當開心 喜歡旅遊的網友 就給我個讚我星星 喜歡一早吃早餐的網友 就訂閱職人的頻道 如果兩天都喜歡 麻煩由我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我把酒店的訂房資料 放回去 大家就參考一下 拜拜